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全球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下行,去库存消化的大背景之下 晶圆代工龙头台机电也不得不下调第一季度营收及全年资本支出 甚至据传还恢复了部分大客户的代工价格折让 甚至重新考量推迟欧洲建厂制2025年后 就在在2月下旬,英特尔再次推迟与台积电三奈米合作订单的消息 也让不少人大低眼镜 然而,英特尔推迟的戏码已经不知演了多少次了 要知道,按照英特尔最初的计划 第14代Meteor Lake系列处理器采用多晶片堆叠设计 GPU部分将交付台积电三奈米代工 但后来转向5奈米、6奈米制程 计划下一代及第15代Aero Lake的GPU部分 导入台积电三奈米工艺 没想到由于产品设计和工艺验证问题 该计划被推迟到2023年上半年 后来该产品的量产计划又因某种原因再次推迟到2023年底 现在则又要推迟到2024年四季度 有业内人士表示 这一推迟几乎完全取消了原定于2023年的三奈米产能 只剩下少量的晶圆投入用于工程验证 台积电作为先进工艺的真正王者 在今年三奈米工艺N3节点的规划是 占其总营收的4%至6% 估算下来为31至45亿美元 对于英特尔订单推迟 业界先有分析称将影响产能利用率 对其营运造成影响 但在手机具库存加速和高效能运算 HPC等需求高涨走势下 联发科 高通 AMD 辉达等大厂 预计会加快下单三奈米 以及更具优化的N3E工艺 台积电全年三奈米将走向满载 另外 从客户优先级来说 业内人士认为 在三奈米工艺层面 苹果 AMD 汇达下订单的时间 都比英特尔更早 客观来说 英特尔的订单优先级或相对靠后 而延后或是一种保护面子的官方说法 再三推迟之下 英特尔原本期待的首发看来 要泡汤了 英特尔近年流年不利 遭遇PC和伺服器市场需求下滑 和竞争对手的反击 导致PC平台蓝图频繁修改 产品上市延迟也进一步扰乱了供应链的节奏 而英特尔的麻烦不止于此 面对2022年营收和利润快速下降的情形 英特尔不久前表示 正计划削减整个公司的管理层薪酬 且在PC市场疲软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 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仍将继续亏损 同样受经济下行叠加多重因素影响 有称台积电2023年上半年整体静元长 产能利用率预估跌至80% 其中7奈米6奈米制程产能利用率跌幅扩大 5奈米4奈米产能利用率从今年1月开始逐月下滑 台积电虽未直接松动代工价格 但私下按客户与订单规模不同 恢复了过去的折让 但代工价格高昂的3奈米制程却是另一番天地 台积电在客户产能等方面 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三星虽然作为3奈米量产的先行者 但目前买单者只有某名不见经传的矿机企业 正所谓起了大早却赶了晚急 三星抢先于2022年6月底进入3奈米GAA时代 但据行业人士透露 从价格来看 其指相当于台积电价格打9折 相比于巨大的研发和设备开支 也算是诚意满满了 但目前仍未知有知名企业下单 对比台积电3奈米庞大的客户群体 几乎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究其原因 量率无疑是其中的一大关键问题 有关台积电及三星的3奈米量率 一直都是江湖传说 此前传闻说 三星3奈米量率 即有10%至20% 台积电3奈米量率 可达70%至80% 韩国媒体甚至红破连表示 台积电量率也太高了 实际上最多只有不到50%的量率 这种一策言论 三星一位高管在日前受访时甚至表示 相比于此前受困的量率问题 三星第一代的3奈米制成量率 已接近完美 第二代3奈米工艺也迅速展开 然而无论如何洗白 晶片设计大型厂商 早就用脚做出了投票 值得一提的是 英特尔计划于2023年底推出 自认为等校业界的3奈米工艺 英特尔三界点 同样让不少人产生质疑 就在英特尔延后3奈米订单没多久后 就爆出苹果包园台积电3奈米产能的消息 苹果这一举动 着实给台积电送上了定心丸 特别是在代工业迎来低谷期之际 据Mac Rumor报道 苹果已采购了100%的初始N3供应 这意味着台积电3奈米全部产能 已经被苹果占为己有 为即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的 iPhone 15 Pro系列 以及新款MacBook做准备 其指出 尽管设计的成本更高 而且台积电代工的利用率 在今年上半年有所下降 但苹果采购了台积电N3工艺 100%的产能 且产量很高 业界此前已普遍预料 苹果iPhone 15 Pro 与Pro Max所用的 A17仿生晶片 会采用台积电的3奈米技术 据DTimes在1月的报道 苹果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发表的 新款MacBook Air可能搭载3奈米晶片 然而显示器行业一名分析师曾声称15英寸MacBook Air 将于今年上半年发表 也就是说13英寸15英寸产品都有可能配备基于3奈米技术的M3晶片 这款晶片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展望未来 知名苹果分析师顾明基认为 2024年推出的14英寸16英寸MacBook Pro 将配备采用台积电3奈米工艺制造的M3 Pro和M3 Max晶片 顾明基表示 配备M3 Pro和M3 Max晶片的MacBook Pro机型 将于明年上半年投入量产 尽管苹果已获得了M3的所有可用订单 但随着手机去库存加速 近日有传言称高通、联发科也在加速下单 预计高通2023年第四季推出的骁龙8振3 将采用第二代3奈米工艺N3E制成节点 原预期2024年才会加入3奈米行列的联发科 预计最快2023年12月 就会推出首款N3E制成晶片 此外也传出OPPO已计划在台积电 投片3奈米 当然 还有一种说法是 安卓厂商可能由于成本原因 继续坚持N4P节点 还需时间来验证这些说法 N3E是3奈米的升级工艺 目前N3工艺的EUV光照层数为25层 预计二三季度量产的N3E工艺的EUV光照层数 则从25层减少到21层之外 还可使晶片拥有更加的效能、功耗和良率 在手机晶片3奈米启示之际 HPC需求也持续强劲 相应的AMD、辉达等老客户 也必将为台积电3奈米节点营收贡献动能 此外 在产能方面也会一扫加动力不足的窘境 据悉 台积电的3奈米工艺于12月下旬开始量产 并在逐步扩大工艺产能 3月晶圆月产量能达到4.5万片 有分析称 其3奈米制程不仅在第二季满载 在进入下半年后 加上N3E的量产以及新客户的加值 全年3奈米产能都呈现满载状况 如此一来 3奈米俨然要成为台积电的新摇前述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